应该是极有可能的啦 因为呢 目前呢 就是政府已经是加把劲了嘛 好我们开了这么多的一个产线 然后有这么多的一个产能出来 那确实其实呢 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是 其实做口罩并不是一个门槛 很高的一个产业 因为比如说像最近的疫情 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中国大陆呢 他们就规定很多的一个电子业的厂商 如果要复工的话 有几个门槛 其中一个门槛就是呢 特别是大公司 你必须在口罩的部分自己自主 那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都缺口罩 你怎么自己自主呢 所以呢我们看到几个大公司 包括像鸿海 还有做汽车很厉害的叫做比亚迪 他们都说不用怕啊 我们就自己弄产线 我们要自己弄口罩 自己生产口罩 所以呢 就是说从这个小事情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做口罩它并不是一个 很高门槛的一个产业 所以就连电子公司都可以 想办法自己弄产能拉产线 然后会有大规模的一个生产量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是短线上面 比较应急的一个措施 因为毕竟对很多人来说 没有口罩就是怕嘛 没有口罩就是害怕 那其实我跟千惠一样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去领了 那什么一周两个口罩 那一方面是 我家还有几个口罩 另外一方面是 我很早就实施了电锅 真口罩方法 所以我真的一个礼拜 用两个口罩是够用的 而且我也在我的FB上面 是大为宣传 只是说刚刚我才知道 我的方法有点错误 因为我有用水针 原来是要用干针 不好意思 我的粉丝们不好意思 我会改进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非常时期 我们确实是有很多 因应的一些措施跟方法 那我比较想要建议政府 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在我同学的群组里头 很多同学到现在 都会一直抱怨说 还是领不到口罩 而且他们说那个 好像有一个APP可以下载 然后你就知道 你家附具有哪些要局 目前的量多少 对 那我那些同学 他们就很认真 每天就看那个量 然后去排队 就发现排了一个小时 到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会觉得 他排得很心酸 而且他们会认为 就是那个 就是APP上面提供的一个量 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 还是说他有可能是 没有及时更新 对没有办及时更新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 所以我其实比较想要 真心建议政府 就是说一方面 在更新的速度上面 看看是不是能够比较快 当然我很清楚 大家都很辛苦 甚至我一个大学同学 现在也是在主管单位 里头上班 他连过年都没有回娘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们对他们是 寄予无限的这个 非常的兴奋 而且真的谢谢他们 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奉献